今天因為我們立方最重要的 我們的朱市長的立領 讓我們唐一駐大學 覺得我們的支持的厚盾 又更厚實的 我們歡迎朱市長 今天心裡也特別感到喜悅感激 因為長期來在我們文化界當我們的大家長 而且在文化建設方面 應該也是立任部長最有貢獻 我們陳昱秀 前主委 我們董事長 今天當然是各位同學的日子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了 現在網紅 現在各位同學 你們將來出去打拼的一個目標 因此我們請了我們總統府發言人 我們李赫民 你們的學長歡迎一下 當然還有時間關係 我沒辦法一一來跟各位介紹 我也在師堂 到底我是要像蔡總統一樣念講港 還是我就來個急性發言 我想想還是來個急性發言 我看到我們董事長在這裡 我想到剛剛朱市長也問我說 留法期間還有留法那個工作內容 其實我心裡面又想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在1957年代高任 在二次戰以後 他成立了兩三次的政府 但是都斷語而歸 但是在1958年 他創立了第五共和 那他就有了一個肯定的政權 那他當時候任命的首席的部長 其實就是文化部長 也就是他早期在成立臨時政府的時候 的新聞局 新聞部的部長 他叫馬樂侯 馬樂侯是一個不是拒絕大學來考的小子 他是從來沒讀過大學 但是他在各位的年紀的時候 他已經幾乎有歷了全世界 那他沒練大學 但是他常常去泡圖書館 常常在咖啡店拿了一本書就越讀 事實上他還是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前方 他不只是在他的著作去反對法西斯 他還參加反抗組織 他還被抓去關了十一個月 後來在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營舊 才逃離了法西斯的這個監獄 可是我還要再跟各位講的是 他擔任了文化部長之後 他就開始思考說 全法國就只有巴黎這個地方 能夠讓法國人有一個文化的權利 因此他就開始思考 怎麼樣齊合像台藝大 現在的一個文化架構 也就是說各種藝術的領域 他把它齊合起來 在各個省各個重要縣市 他就成為了文化中心文化之家 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法國 甚至現在全世界都在學習這一套 他的這個文化建設的一個邏輯 為什麼提到他 因為各位你們都已經學有專長 你們都已經有一個厚實的羽翼 你們都有一艘裝有馬達的快艇 你們已經可以航向你們想要的人生的標的 你們其實可以開始冒險 因為馬勒頭不到20歲 他就流遍了全世界 但是他有一個不好的事情 他去了中南半島 因為那個時候法國殖民地 所以他們去那邊還算方便 但是他發現說五哥窟裡面的一些雕像 他覺得很棒 他就把他挖走 結果當然就被抓了 後來還好法國的文學界營救他 所以讓他每年牢獄之災 但是他其實文學著作不斷 他還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得了法國的共古爾文學獎 那是法國最終的一個文學獎項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就要畢業 你們應該可以思考一下他的歷程 或許不是你們的歷程 我最近也又開始另外一回 跟我們所有系所學生們 展開約做談 因為現在的一位年輕的哲學家 叫Fia 他提到說要懂得聆聽 因為聆聽他有三個很重要的指標 第一個指標 聆聽會讓我們學會謙卑 第一個指標 聆聽會讓我們學會有勇氣 因為我們除了聽以外 我們要去落實 我們想要為無話謀武力 我們想要為人民謀福力 聆聽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德性 因為聆聽 所以我們有辦法去自奉武施 我知道台大長期來在 在政府的沒有關愛的眼神 所以我們各項建設 事實上都是有些落後的 我們的編制我們的經費 事實上都是有嚴重不足的 但是台大人還是秉持著補食 還是秉持著希望奮力 能夠來達到我們想要追求的真善美 所以如果我們學會聆聽 我們才可以有辦法 不一定要大功無私 但是至少我們會有一個科學邏輯 我們的本位主義 如果同學們 老師們在一些課堂上 會有一些強調我們戲的一些管位主義 我希望同學們將來到了社會上 你們要開始慢慢大功無私 你們要開始慢慢像馬勒火一樣 去遊歷世界 去觀看 去聆聽 去讓你們有為更大眾 為公領域去磨福利 去磨建設 為你們的人生目標 也更高遠的目標 更高遠的視野 來開啟你們新的人生旅程 因為唯有無時 將來各位 你們才可以像我們今天邀請的 林荷明兄一樣 你們才會有一個 可以實現你們理想的一個工作崗位 你們才可以有一個 因為我們所學的專長 相符合的一個工作崗位 我常常跟同學說 如果將來我們有一個 跟我們專長相符合的工作崗位 其實那就是幸福的一個 基本的入門的門檻 我當然還有很多話要跟同學們說 最後我其實希望同學們 你們與力與風 勇敢的往前邁進 只要是敬於我們的職業 我們就會是幸福的 我知道今天也有很多 家長蒞臨在現場 我在這裡也要跟各位同學們說 要聽爸爸媽媽的話 各位會覺得有點巴骨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我現在還聽我爸爸媽媽的話 或許涉及到專業 爸爸媽媽的話 可能不是絕對是你們的方向 但是他們的愛 他們無限的支持 他們永遠打開家門等著你的回來 而且是溫馨的 而且是無盡無限的愛 所以各位同學們 你們畢業了 你們是社會中間的一份子 但是我在這裡也要跟各位父母說 謝謝你們 也要請我們的學生們 還要聽爸媽的話 我要謝謝我們所有的老師 我們所有的老師 在這四年日積月累 所以才可以讓我們的同學們 能夠有今天 在全台灣所有比賽的第一名 幾乎都是我們南瓜 在全世界很多的重要比賽 我們也不落人後 這表示我們台大 不只在台灣全國 我們是公立大學註冊報告率 全國第一 而且連續 從夏日國公布以來 連續三年我們都第一 從同學們的展現實力 也表示 台大事實上 就如我所說的 你們具有堅強的專業實力 而這些 是不是同學們 我們來的鼓勵 謝謝我們的家長 謝謝我們的老師們 謝謝你們 校長要再次的祝福你們 希望你們能夠掌音高飛 祝福你們 謝謝 謝謝校長 為畢業同學帶的 勉勵給領領 請校長可以坐休息